34、法制晚報106家企業入圍500強部分業績虧損股價製賬 17家中國強企捧金滿營虧錢 2015年7月27日經濟焦點A12 蒲長亭謝家樂 法制晚報信 記者蒲長亭謝家樂 入前,美國之名《財經雜誌財富》 Fortune Magazine發布了2015年世界500強企業名單 按營收牌名,共有106家中國企業上磅 涵港澳台企業,這份名單令中國企業界人士大為振奮 不少上磅企業的員工紛紛在朋友圈中曬幸福 然而股民們對這份名單並不買帳 不少人抱怨500強根本不強 光說營收成百上千億,怎麼股價帳幅比不上大盤 法制晚報記者隨後統計發言 這些上磅中國企業的業績並不盡如人意 其中有17家企業出現虧損 以虧損最為嚴重的中國女業公司為例 其虧損額達17.58億美元 此外,安港集團虧損額也達12.98億美元 整體來看,這106家中國上榜企業及旗下子公司中 共涉及154家 A股上市公司 截至上週五,有127家上市公司今年以來股價累計上漲 佔比達82.5% 然而有近三成上市公司股價漲幅 遠不及同期戶指25.85%的漲幅 截至上週五收盤 這154家上市公司中 有43家股價在10元以下 佔比達27.92% 此外,超七成公司市盈率超過25倍 股值偏高 其中,市盈率在100倍以上的股票有41隻 以中航工業集團空股的紅刀航空為例 其市盈率高達11,878倍 這意味著,我目前股息收益計算 投資該公司要一萬年才能回本 業內分析認為 部分上榜中國企業之所以業績和股價表現不佳 是因為缺少創新能力 導致企業競爭力低下 今日早盤糧市雙雙低開 之後弱勢震盪整理 截至上五收盤 截止跌破4000點 報3971.53點 跌幅為2.44% 觀點要想股價快將還得提競爭力 當初期學習價值投資 專買世界五百強企業的股票 哪知一套就是好幾年呀 記者上午在股拜看到 網友兩件金揮的吐槽被連 H股民點贊 記者注意到 股民們普遍表示 對世界五百強不感興趣 盤子太大 股價一直上不去 還不如炒小盤股賺錢 對此 大同證券分析師張誠表示 目前入圍五百強的企業 多線能源 電網等自然壟斷行業 以及銀行 野金等周期性行業 自然壟斷行業 提升競爭力的動機不強 而周期性行業則習慣於依賴國家政策 典型的與國內銀行股 近幾年盈利主要靠是利差 兩行的非對稱降息和利率市場化的趨勢 短期內對這一板塊形成了明顯的壓制 張誠分析症 股價方面 張誠表示 單從五百強牌名來看 蘋果的名次還比不上期主要代工廠商 富士康的母公司紅海集團 但蘋果卻憑著卓越的創新能力 一次次刷新股價紀錄 吸投資者帶來封口回報 張誠認為 相對於藍籌大盤股 目前 A股不少業績好的小盤股通過創新等能力增加公司競爭力 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優秀上市資源 他表示 未來經濟增速的放緩 將有利於產業升級和行業整合 真正有創造力 競爭力的公司會在這個過程中脫穎而出 盤面上週最後一個交易日 戶子結束六連陽 當日午後中石油戶盤 戶子繼續上午 衝擊4200點 然而臨近收盤半小時 戶子忽然跳水 失手4100點 截止當日收盤 戶子翻錄跌1.29% 今日早盤糧市商商大幅低開 戶子開盤直接跌破4000點 報3985.57點 跌幅2.1% 開盤後 戶子震盪上揚 重回4000點 截至上午收盤 戶子報3971.53點 跌2.44% 深城指報13281.36點 跌1.75% 創業板子2843.83點 跌1.86% 對於後市 民生證券指出 考慮到獲利盤拋壓增大 軍線壓制和資金面偏緊情況 再連續反彈後 市場面臨透露盤 去桿桿 流動性等限制而呈現縮量 需要震動消化的過程 市場心態也仍趨於謹慎 不過市場總體向上格局沒有改變 可能會延續反彈 震盪反彈的走勢 統計區間 1月1日至7月24日 數據說明 股價數據已造復權處理 部分上榜企業旗下有多個子公司上市 紅海為台股 中而東為港股 其餘為A股 部分上市公司業績虧損 因此無市盈率數據本版 反民記者蒲長亭謝家樂 。 OK 搀 這麽 Monica initiatives 幟